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分繁复杂的外部因素交互影响下 蔡英文能够如何展开施政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为您探讨的第一个话题 另外 中国企业的国际收购浪潮在今年达到了历史新高 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中资企业 国际间为何充斥着怀疑和抵触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第二个话题 不过首先我们先要为您介绍今天国际间的一些重要消息 首先是一则飞机失事的消息 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 一架星期四从巴黎飞往开罗途中失踪的埃及航空客机已经证实坠毁 这架班机上一共有66名乘客 还有机组人员 希腊还有埃及人员目前正在寻找客机的残骸 埃及官方宣布搜救行动已经在卡尔帕索斯岛以南大约130海里处展开 法国方面将协助搜救 目前还不清楚飞机坠毁的原因 埃及航空公司说 在开罗时间凌晨2点30分左右 他们与这架MS804航班的空客A320客机失去了联络 当时该班机的飞行高度大约是在11278米 刚刚进入埃及领空大约16公里 埃及的航空公司说 在这架班机失联以前 埃及的空军曾经收到了求救信号 不过埃及军方予以否认 这架班机上一共载有56名乘客 其中包括一名儿童 还有两名婴儿 而沙特官员说 机上乘客来自许多国家 包括了法国 英国 埃及 伊拉克 科威特 沙特 苏丹 乍德 葡萄牙 阿尔及利亚 以及加拿大 继续我们看到 在中国的战斗机和美国军用飞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发生对峙之后 中国要求华盛顿立即停止在中国海岸的低境阶察 美国的国防部表示 一架美军侦察机星期二在南中国海上空 在国际空域执行例行的巡逻任务时 遭到了两架中国战斗机以不安全的方式进行了拦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四说 美国国防部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他说 两架中国战斗机是依照法律法规对美军飞机来予以追踪和监视 并且始终是与美国侦察机保持着安全距离 没有采取任何危险行动 洪磊同时表示 拦截是发生在中国海南省附近 美军的行为对中国领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香港 中国主管港澳事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 结束了他在香港的三天访问 他并且在告别演说中再次重申一国两制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中共党内三号人物 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星期四告诫港人 自觉和港独是行不通的 这样走下去 香港只会避烂无遗 张德江是在与来自香港各界约300名代表讲话时说这番话的 回归19年来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波折 甚至说当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实践还是证明基本法是正确的 基本法是可行的 一国两制是正确的 一国两制是可行的 如果抛弃了一国两制 抛弃了基本法 香港避烂无遗 张德江说 自觉和港独在香港成不了事 不符合香港的根本利益 大多数香港市民也不会赞成 张德江是2014年香港爆发争取民主普选 香港行政长官的占中运动后 访问香港的中国最高级别官员 那次运动导致香港部分地区停摆11个星期 此后 北京并没有放松对香港的严密控制 星期四是张德江对香港三天访问的最后一天 会场外 有抗议者喊出结束一党专制的口号 好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美国之音在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回来我们立刻要进入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再过12个小时 台湾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蔡英文即将要宣誓就职 带领民进党走向全面执政的新局面 那么在就职的前夕呢 我们看到美中两国外长互通热线 就台湾议题来交换意见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在东南沿海展开了登陆突击演练 被认为是对蔡英文发出了强烈警告 在这么多的外部因素交响的影响之下 蔡英文要如何的来开展施政呢 她的520就职演说 能不能够让各方满意 甚至为未来的两岸关系定下基调呢 在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 首先为您介绍的第一位 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韩联潮博士 以及稍后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 为您邀请的是台湾淡江大学 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 黄介正黄教授 我们欢迎两位 那么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 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 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 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在我们讲开讨论以前呢 我们要先带您通过Skype 来请到专程到台北来进行 这次采访报道的 美国基因中文部记者黄耀毅 来就今天的就职典礼准备状况 做简单的说明 耀毅你好 宇伟你好 是 耀毅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这个就职典礼 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排演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透露 它大致有哪些内容 据说其中有一些项目还引发了争议 为什么呢 是 宇伟 今天我们特地到了这个总统府的排演现场去看 它有很多的跟台湾本土性相关的 有些原住民的一些图像 还有所谓的庙会 台湾庙会的一些活动 台湾民俗的记忆表演等等 不过其中有一项呢 就是所谓还要在大会的这个里面 彰显台湾的民主发展 也就叫做这个台湾民主进行曲这个部分 引发了争议 因为里面呢 把一些所谓近年来的社会运动 包括明天拆政府 或是我是人 我反核 这样反核能的这个运动呢 都包括在里头以戏剧的方式表演 那引发了社运的人士的一个反弹 认为说这些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的议题 并不适合以戏剧的方式 在这个就职典礼当中来演出 那么针对这个争议呢 今天我们跟这个民进党方面 这个负责来筹办这个就职表演活动的 活动组组长李后庆先生呢 也谈过了 他告诉美国之音说 他们也从善如流 把这个部分拿掉 但是呢台湾的民主进程 台湾人民如何获得民主自由 还是会继续放在这次的表演活动当中 宇文 是 那么黄耀义继续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明天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520就职演说了 到底现在有关于就职演说 可能会有哪些我们能预期的内容 可能触及到哪里 在台湾各界对演说的预期又是什么呢 是 目前当然大家非常关注 是这个蔡英文明天会不会提到 所谓的九二共识以及两岸关系 那不过前一阵子我们看到一个民调出来 就是台湾智库所做的一个民调 认为说有54%的民众 其实是不希望蔡英文在演说当中 提到九二共识的 只有29%的民众希望 他明确的提到 因为现在根据我们在这边 跟很多民众谈的结果 很多也是希望说两岸关系 是保持一个模糊的现状 能够以稳定来继续发展 那如果你讲太明确的话 可能反而造成了这个两岸关系 上面的一些紧张形势 那反而很多民众他们希望 两岸关系不需要在就职演说当中 特别来提到 而是在经济民生话题上面 能够多多的琢磨 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就是美国之音 记者黄耀逸在台北街头现场 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那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 还有在明天的现场节目当中 也将持续请耀逸为我们带来 有关就职典礼的相关消息 谢谢耀逸 继续我们回到了 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讨论 我想第一个问题要交给我们 在台北的淡江大学的 黄介正黄教授 黄教授 黄教授刚刚您也听到了 我们记者的报道 就是针对520就职演说的内容 大家都在说 蔡英文她到底会不会提 北京想要听的那几个神奇字眼 也就是九二共识 您认为到底在她演说当中 有多大程度会触及到两岸 甚至美中台关系 您的看法 我觉得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刚刚的报道 是我认为相对正确的 就是在整个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中间 我认为两岸的部分 所占的比例不会太大 那么以及她的内容 也不会与过去 她在竞选期间以来 所讲的主要的核心的这些内容 也不会有太多的差异 几乎所有的在台北的政策圈里面的人士 不论哪一个阵营的 大概都觉得蔡总统 不会在就职演说中间 直接说出九二共识这样的字眼 也不会直接回应 北京方面的比较明白的要求 而是会用一个比较论述型的一些词句 来表达就是台湾希望维持现状 不希望两岸发生影响和平稳定的这些因素 主要是这样子的诉求 是 那么黄教授如果是这样的话 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那就是北京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就职演说内容 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我们继续想把这个问题 交给我们在现场的韩联潮 韩博士 韩博士 我们知道 这个过去几个月来 北京方面可以说通过各种的手段和方式 来希望蔡英文接受并且承认九二共识 那么现在眼看着520就要到来了 如果说就像各界的分析和预期那样 蔡英文是不会谈到九二共识的话 那么你认为北京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做法 或者他们能怎么做呢 我觉得北京可能会加大压力 那么我想它有很多杠杆 包括它正在进行军演 也是这样一个警告 那么经济上它有很多杠杆 我觉得它可以在这方面更加时间压力 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手上有的牌还是比较少 因为蔡英文当时反映了台湾的免疫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过大的压力 那么反而会造成台湾民众的反弹 那么不利于所谓中共的统战政策的进行 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有限的进一步的观察 看看蔡英文下一步怎么样走 如果蔡英文不明确的表示台独 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九二共识的谈判的历史 就像她在竞选中所谈的那样 我觉得中共可能也不会采取特别强硬的手段 可能还是在观望等待 是 这个说法或许也跟我们在台北的 这个黄介正教授在最近提到的 黄教授您现在还在线上 黄教授现在还在线上吗 是的 是的 黄教授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韩博士的一些介绍 这个就跟您最近 我知道您最近访问了美国的时候 曾经谈到就是您认为在蔡英文上任之后 两岸实际上北京不太可能采取太过强力的压制措施 相反的可能会有一个冷淡的观察期 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提一提 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一个推论呢 第一个 北京对于民进党获得总统的胜选 以及第一次获得国会的多数 达到完成执政的这个态度 基本上的态势已经认知很久了 因为我们的总统交接期有四个月 零三天 那么第二个就是北京在对台措施上面 不是完全等待明天的演说 而是在过去的两个月以来 已经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稍微限制性的一些措施 不管是北京方面片面的决定 或者是想要向这个即将就任的民进党政府传达讯息 这样子的所谓我认为比较冷的这个这种态度 已经开始出现了 不会是明天突然出现 第三个就是中国大陆也面对很多自己的问题 那么我在台湾的人如果聪明的话 绝对不要假设北京会因为自己内部有一些纷争 或者是有一些棘手的社会经济问题要处理 就对台湾手软 这个是不屈不能有这样子的认识 但是我相信在以几件事情来看 包括习近平主席或总书记 到目前为止没有针对蔡总统当选人 有过任何负面的人声的批评 那么整个官媒传媒也没有直接点名蔡主席 所以我觉得彼此都保留了一点空间 因为毕竟周边的形势 包括朝鲜半岛南海问题都有一点紧绷 那么台海能够维持稳定 也合乎中国大陆的利益 那么也不希望 我相信北京方面也不希望在19大之前 会在台海中间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这个对大家可能都没有特别的好处 所以您认为北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 它的内部的考量因素存在着 那么继续当然我们也想要听听 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 您认为蔡英文在明天的520就职演说里 该说些什么 那么怎么样的演说才有可能达到 让各方满意 或者有没有可能让各方满意 以及蔡英文在各项的压力之下 她应该如何的开展施政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说法 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 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 并且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来电相当的踊跃 也请您围绕着主题 尽量的简短发言 我们下面就先来接听 这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您好 那我首先我想说呢 就是这个从很多人可能大陆 很多人也许对共云党政府不一定很满意 但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讲呢 大部分人对绿营台湾的绿营是没有好感的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 那也是想走这个分离的一个路线 但是我想蔡英文她可能她也没有这个胆量说是采取法理台独的这个走这个条路 那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如果说假如说有战争的话 虽然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 万一如果有战争的话 那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因为美国在49年的时候曾经对国民党放弃过 曾经看着200万军民逃往台湾采取望传承的态度 那这次出于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 那她如果发生战争 她会不会参与协防台湾 这是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就是江苏的刘先生 那我想就先把这些问题交给我们在台北的黄教授 黄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目前的现代战争 它的速度还有它的张力还有它的火力 都不是过去的我们所可以想象的 那么美国在这个冷战结束的时候 1991年 针对科威特 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这个战争中间 地面战斗100个小时就结束 那么目前大部分我们看到 现在高强度的军事行动 也都没有超过21天 就是三个礼拜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海峡两岸的人民 会不会因为对于某一些见解 僵持不下 必须要走到中国大陆2005年 反分列国家法第八条所列的那三项要件 第二个就是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当中 在北京的决策阶层的集体智慧的考量之下 是不是在周边要发生军事冲突 以及卷入到这个其他的周边国家 这是第三个考量呢 是美国和中国大陆 现在正在这个亚太地区 有一个强权竞争的态势 那么中国大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一向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做出了世界大战 不会打起来的一个战略判断 那么现在如果周边发生了局部战争 而是代理人战争 那么不论是在朝鲜半岛 对日本或是对越南或南海地区 都对中国大陆本身发展并不是很有利 那更可悲的就是海峡两岸 是同一血脉基因的同胞 如果说这个军事冲突 是发生在台海的话 我相信这个后世 对于历史上面的评价 很可能不会原谅两岸的领导人 是 那么继续我们再回到 我们的现场韩博士 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2013年的时候 他在接见台湾的代表团的时候 曾经说过台湾统一这个问题 不能一代传一代 所以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说法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 其实两岸到底会不会开战 两岸问题如何解决 关键是在北京 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刚才黄教授分析的也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越靠近 习近平的第二任的时候 就19大之后 那么越接近2021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危机可能会更加的加重 那么中共不会长期的等待 他会有一个这个时间表 他一定会把这个时间表提出来 那么我觉得这个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美国在这个台海两岸之间的关系上面 也起了一个很关键的重要 那么美国是不希望 蔡英文呢 这个走这个台独的那条路线的 因为美国多次表示 要求他保持现状 维持现状 这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同时呢 美国也有一个非常强的承诺 那就不允许这个中共以武犯台 这个这一点 我觉得在对台关系法上面 也讲得很清楚 那么在历代这个历史公报上面 这三个公报上面 那么也有阐述 我觉得这个这是美国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前提 那么在这两个之间的话 如果是中共真实武力犯台 那美国我觉得会采取一些措施 我们知道在96年的是导弹危机的时候 这个克林顿就派了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在台湾海峡 那么这种同样的做法 我可能如果是真正中共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话 那么我觉得美国的反应会非常的强烈 是 我们既然说到了美国的立场 这两天要有一个新的发展 就是在昨天华盛顿邮报 刊载了这是美国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 叫做施密特 这是他的安全研究中心的主任 施密特他在专栏文章里面特别提到了 他针对这个蔡英文的当选还有就职 他特别提到 他说现在该是美国摒弃一个中国的时刻了 那么要与台湾来恢复正常化的关系 我不知道黄介正教授您看到了这篇文章了吗 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施密特教授 过去也曾经多次的提出 支持美方应该要与台湾关系正常化 甚至说这个台湾比古巴更为重要 如果美国都能够与古巴恢复正常化的这个关系 为何不考虑来与台湾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国会方面 也就在这个蔡英文的就职典礼的前夕呢 通过了决议案把对台湾的六项承诺 正式的化为文字 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不是他考虑到台海真的有这样的需要 黄教授 我想这个我们观察美国对台政策或是对两岸的政策 有一个要切记的就是说 华盛顿是一个各种意见汇集的地方 美国不是一言堂 所以各方面的意见呢 对于美国应该如何因应中国大陆的崛起 以及如何处理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各方意见很多 大家也争辩面红耳赤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美国一定会依照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来做选择 那么目前看起来 美国国会将这个六项保证 把它文字化的通过 那么基本上可以说补齐了 或是补充了1982年 这个817公报之前 美国雷根总统对台湾的一个口头的 以这个非正式文献的方式提出的这个保证 能够把它文字化 使得未来有比较可以遵循的版本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友善的举动 但是我觉得again 就是美国在现在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都不是民主党 也就是说行政跟立法两边不是同一个党 是属于divided government的情况之下 那么共和党的主导的国会 给这个行政部门有一些压力 这个也并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们除了感谢美方有这么强的支持台湾的声音 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美国的对两岸的政策 对台海的政策会依照美国最大的利益而行 是 黄教授 那么在我们谈到了美国 中国 可以说各方的这样外部因素的交相影响之后 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谈一谈 到底蔡英文如何能够伸展伸手 来展开他的施政的大方针 不过继续我们要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已久的 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的看法和意见 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听的这一位 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您好 我想现在谈台海两岸的战争是很不适宜的 因为什么 战争爆发并是有原因的 台湾不愿意打仗 大陆也不愿意打仗 美国人愿意打仗吗 也不愿意打仗 所以说呢 现在谈这问题还是有点不太现实 就是当然说可能受秋毅的影响 秋毅不是说 秋毅的大陆媒体说 蔡英文上台百分之百的搞台独两国论 根据什么呢 是没有根据 蒋介石没有实际反共大陆 蔡英文有实际搞台独吗 没有 当然说他不承认九二共识 这个我们要看核心的问题 九二共识国共识定的 但是你可以换一个说法 不参国共九二共识 你可以参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你给大陆也回原的一地 所以说我因为蔡英文执政以后 把主要经历应该发展台湾的经济 是吧 台湾的民主 不要用这个 财独来挑战大陆 这是一个聪明的一种做法 也不要帮美国人 拉入在两岸那种 艰难的选择之中 谢谢你们 我们非常感谢张先生 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位 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请说 我不知道我立法言蔡主席 蔡总统能不能听得到 大陆既然的话 非得要承认九二共识 和的话承认一个中国 他应该这么样说 既然的话不承认九二共识 大陆又无可奈何 因为蔡英文就任的是 国民政府的大总统 所以我既是 整个中华都是我中华民国的 说你共产党只是一个的话 说是反叛的一个 中华民国的一十五多力量 所以我整个中国南海 和的话就是 更要出去的俄罗斯的领土 哈萨克斯坦的领土 说我都要收回来 说你共产党 如果要是说放弃独裁 愿意和我中华民国 成立联合政府 我欢迎他 你说这么样说 大陆是不是无可奈何 既避免那的话 蔡英文还可以验尽呢 也可以的话 说是我主张了的话 我的台独的立场 与你大陆政府也没合作 你说蔡英文如果这么样说 是不是最智慧的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好的谢谢您 聊您的孙先生 我们继续赶点时间 再来接听这一位 这是来自浙江的方先生 方先生您好 请说 方先生您在线上吗 好我们听不到 方先生您的发言 或许有空 您可以稍后再打电话进来 那我想先请教 我们在现场的韩博士 刚刚听到了几位 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 很多人认为蔡英文 在两岸政策上 她其实应该 更加的强硬一点 您觉得呢 您觉得蔡英文 就像刚刚其实 黄介正教授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也提到了 其实她未来施政的一个重点 可能是会摆在台湾的经济 还有内政方面 这也是台湾人民 当初选下她 给她这个选票的 这样的一个期望 那您认为蔡英文 在两岸政策上 她应该怎么走呢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她过去也有很多 这个谈判的经验 主持陆委会的这种经验 那么我觉得她一定会 就是采取 继续采取这种 模糊战略的这个做法 那么通过这一个 冷处理的这个办法 来对待两岸关系 一方面她面临 这个中共的压力 一方面她面临美国的压力 这个同时从台湾 自己本身的第一出发 她也不愿意走得太过于极端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 我们应该相信她能够 比较好的处理这个两岸关系 那么前面我们谈到 我想补充一点 关于这个六项保证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北京呢 也不要过于的 这个过度解读 这个美国国会的这种 这个共同决议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 我们知道通过这样的决议 是很容易的 就是它也没有法律效率 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的文本 实际上就是应该说 不是一个法律文本 但是呢 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表明了美国国会的态度 但是这是一个愿 这是一个众愿 参议院还没有做出 同样的一个决议 就是对台湾的这个支持 重新肯定这个 里根政府的这个 巴尔连做出的这个 律项承诺 那么这个承诺 实际上呢 我觉得这个 它还是在 就是台湾不是一个 民主政府之前 来做出这种承诺 但台湾现在一个 已经民主化了 我觉得这个承诺 这个六项保证啊 还应当更加深入 更进一步的更新 肯定这个台湾的民主发展 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怎么样保护这个 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一点 同时呢 如果是真正把这些个决议啊 把六项保证 更新以后的六项保证呢 把它通过修改案的 修正案的方式 修改这个对台关系法 从法律上把它固定下来 那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会真正起 在台海之间的关系上面 可能会起比较重要的 这个影响和作用 是 我们继续想请教 在台北的黄介正黄教授 黄教授 您刚刚也听到几位 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 还有这个韩博士的一些说法 跟我们谈一谈 您刚刚其实已经 就这个六项保证 做了很多的说明 可是我们想继续了解的是 未来这个蔡英文 在执政之后 她与美国的关系 以及与国际间的关系 台湾现在我们知道 仍然拥有22个邦交国 那么很多人也担心 蔡英文就任之后 是不是可能引爆 这个所谓的这个断交潮 那么台湾需要担心断交潮吗 那么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未来的台湾外交空间 甚至国际空间 有可能发生变化吗 您的观察和看法 我想在过去八年中 虽然所谓基于 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的 共同政治基础 海峡两岸关系有改善 可是在外交战场上面 这个没有烟消位的 这个外交战 仍然没有停歇下来 那么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个外交上面的因素 不一定会跟这个 所谓的共同政治基础 挂上什么特别的关系 也并不是说承认九二共识 外交上就一帆风顺 所以对台湾人民的心理准备来讲 就是我们期待 也希望台湾国际参与 不仅仅是邦交国 更重要的是重大国际组织的参与 让台湾有机会被看到 让台湾能够在气候变迁 这个全球防疫 健康管理的这些方面 还有尤其是对台湾未来发展 很重要的经贸 区域经贸和全球经贸的 相关的安排中间 能够参与 这个的意义可能比守住几个邦交国 还要大 所以真正的关键是在于 能不能够 不要因为两岸关系 去影响到本来台湾 应该可以享受到的 或者是获得的 参与国际社会 或贡献国际社会的机缘 那么这个才是 我觉得台湾民众 更为关切的议题 是 那么最后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我们想请教两位专家 跟我们谈一谈的 实际上我们要从蔡英文的身上 转移到他的前任总统 马英九的身上 那我们知道 马英九总统在这个星期 距离卸任不到48小时前 他发布了这样的一段视频 来调侃自己 因为他也了解到 许多台湾的网民 或台湾的网友 对他有一些批评和说法 那么他发了一段这样的视频 以非常幽默的方式来处理 那么得到了很大的回响 甚至有人说 他获得的点击率 是他就任八年以来 最高的点击率 跟我们谈一谈两位 您觉得马英九总统 在八年的任内 他到底对台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很多人说 或许习马会或马席会 为他的历史定位 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我想先请在台北的 黄介正黄教授 跟我们谈谈 您是如何来评价 马英九的八年任期呢 我觉得马总统 对八年来 对台湾或是对两岸 或是对整个中华民族 最大的贡献 就是把台湾和大陆之间的 紧张关系 拉回到一个平顺的关系 让两岸能够在没有 比较没有冲突威胁的情况之下 自然的去发展这个关系 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贡献 那么他昨天发了一个视频 开自己的玩笑 我觉得也是一个突破 我记得上一个会开自己玩笑的 应该是朱镕基总理吧 那么中国的政治 尤其是朝廷政治 官僚系统 太没有幽默感了 太不轻松了 让大家把政治当作 这个过于严肃的事情 我希望有一天 那个我们未来的领导人 在卸任前可以发再长一点的视频 让这个跟欧巴马逼美 那么我也期盼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能够这个在离任之前 也来一段搞笑自我解嘲的这个影片 我相信他的这个点击率 应该会破亿吧 是 那么我们继续回到 我们在现场的韩博士 韩博士我不知道您看了 这段视频了没 不过不可否认很多人说 马英九这八年来 这个确实有很多的作为 当然有很多人有不满的意见 但是他也有一些建树 您的看法 特别最重要的是 您觉得他在两岸关系上的处理方式 这很多人认为 这是让国民党败选的一个最大关键 您认为可以给蔡英文政府 提供多大的一个借鉴呢 我觉得这个能够提供很大的借鉴 首先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对他的看法 就是他功过基本上是私留开 那么他在缓和两岸关系上面 的确是做得很不错 大家都认同这一点 但正是因为这个 在这个两岸关系上一味地求和 而不是说针对这个大陆的这个政治体制 这个推动大陆的这个民主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建立一个和平协议 台海之间建立一个和平协议 永不宣战 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过错 那么蔡英文应该吸收这样的过错 在跟大陆的这个交往中间呢 应当这个把推动大陆的民主化 作为他的一个一个要务 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经济上 因为正因为他极力的求和 在经济上过度的依赖 这个大陆经济 虽然现在这个台湾这个 差不多跟大陆顺差 贸易顺差差不多777千多亿 那么这个杠杆呢 实际上呢 这种红利 所谓的这个两岸关系和缓的红利 一般的老百姓 台湾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 那么这些红利的被台湾的精英 这些官僚 这些这个权贵拿过去了 所以在这点 为什么有太阳花运动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关键 作为蔡英文来讲 吸收这样的教训很重要很重要 怎么样在经济上不受制于大陆 怎么样经济上脱钩 通过启动这个创新 让台湾重新回到过去那种 活力的这个经济这个状态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么参加TPP 这个是他的未来的 我觉得应该要进行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工作 那中国大陆肯定也会尽量的压制他 让他继续在这个经济上受控于大陆 我觉得这个经济上的挑战 可能是对蔡英文来讲 可能是面临很大的一个任务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韩连超博士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有关于蔡英文就职之后 他将如何来施展身手的相关的讨论呢 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稍后回来 我们要继续为您探讨的 另外一个热点话题 是有关于中资 在全球的收购 来势汹汹 谁是幕后的推手 也请您持续锁定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 时事大家谈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中文节目 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 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 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 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VOA卫视 亚太5号位于东京138度上空 其他具体安装参数 您可以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 其低噪音阻塞转换器LMB的激化方式 是水平激化 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 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 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 对于亚太5号卫星KU波段信号的 接收效果比较好 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 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 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 本证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 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 符号率是每秒2.5兆符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 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 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 信号强度 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 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 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 美国之音BOA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美国之音BOA卫视精彩的节目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 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 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 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企业在国际的收购浪潮 2016年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新高 光是在今年前三个月 收购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 去年全年的记录 不过面对来势汹汹的中资企业 国际间为什么充斥着怀疑 还有抵触呢 这些对中资的负面观感 到底合不合理 中资在海外收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与中国政府又有多大的关联 那么这对于持续放缓的中国经济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现场 讨论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仍然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韩连潮博士 另外一位通过电话连线 与我们进行交流的 是在北京的北京理工大学 经济学教授胡新斗教授 我们欢迎两位来到现场 同样的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来参与节目讨论 提出您的看法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首先一开始我想第一个问题 我想交给在北京的 这个胡新斗教授 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我们看到了这大量的收购金额 甚至收购的数量 跟我们谈谈到底这背后的原因 您认为有哪些呢 的确中国现在大量的在海外并购 估计今年的并购的金额 会是去年的五倍 这个的确是 整个世界以很大的震撼 这个并购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必然的 因为中国经济它还要继续增长 而目前国内的经济出现 一定程度的下滑 特别是中国它需要产业升级 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人才 还有呢就像人民币贬值 出现了通胀的预期 所以一些资金为了避险 而且还有投资的这个需要 它就更多的投资到海外 还有呢像中国的外汇储备 的确也过多 合理的外汇储备 中国大概也就是 一万亿或者一万二千亿左右 就差不多 也就是说够偿还一些外债 够进出口正常的需要就行了 但是现在实际上还有三万多亿 这外汇储备过多 它可能也需要花出去 还有呢就像中国的产能过剩 国有企业 甚至国有企业它要转移资产 甚至还有某些贪官 它需要化工为师 因为在境外这些资产 监管可能就更难 所以我们说要警惕国有企业 成为官员在海外的提款机 所以这个并购潮这个原因 既有中国加入全球化的需要 但是可能也有某些官员的私利 在其中起作用 是 所以可以说有各项的原因 当然这个我们在现场的 韩博士您也听到了 很多人说其实归结下来 就是钱多 当然需要人需要技术 当然也有成为这个官员 在海外这个洗钱的这个可能性 当然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但是在这背后 有一些人是在担心 这是不是中国政府 在幕后做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推动 那么也有人说 中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的货币 是不是有希望通过海外并购 把这个在中国的一些经济泡沫 来推向国际化 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中国这个经济扩张战略的 这个一个部分 那么它首先当需要是产能 刚才胡教授谈到 产能转移这个过剩 这个资金的这个过剩 但是同时呢 我觉得它有一个 要占领这个全球这个市场 这个份额 同时呢吸收这个先进技术 它在这个 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呢 它我想很多啊 他们所做的东西是一个 在政府有计划 这个资助下边 鼓励下边进行的一些 一些一个活动 那么可能还包括一些 政治上的一个这个战略考量 包括建立这个中国的 是不是软实力 因为在全球扩张以后 就必然有这个软实力在里头 我觉得这个因素也是有的 那么我觉得总的来说呢 这个一方面是资金过剩 那同时呢 你看这些购买这个中国这个海外的这些资产呢 很多是那种炫耀性资产 不是说真正从经济上的这个一个考量 对对对 它是买这个品牌 但是很大是这种炫耀性的这种品牌 这种这种东西 那么这个不是从经济利益出发 而且呢很多这些国企啊 中国这个中资企业 本身是负债累累的这个中资企业 但是它一定用这种高杠杆的这种活动 在海外购买这些一个选耀性资产 同时增加它的这个寻租空间 这个这些一个做法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害的 它基本上现在变成一个群众系运动了 好像一个政治系运动 一个大要近视的 全部这个向海外扩张 那么政府呢 最近的这个中国政府 又通过所谓的这个重新 这个放宽 这个九号令 所谓的九号令 把这个海外投资进一步的放宽 让大家可以甚至可以相互的这个竞争 那这些个做法 在政府的鼓励下面 政府的这个借贷下面 来进行海外扩张 肯定有它这些的这个这个目的 经济目的也好 政治目的也好 我想都会都是存在 是 所以也从此可以看到 您说很多的收购案 其实它并不是真正 从经济利益来着眼的 那么当中国政府 介入到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方程式当中的时候 很多人就担心 它实际的背后目的会在 所以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解释 特别是在美国 我们看到美国国会 美国商界对中资汹涌而来 其实有很大的顾虑和担忧 您认为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吗 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依据 有些我觉得是合理的 有些可能是不合理的 有些过于的那个什么 这个跟过去八十年代的时候 日本这个资金过剩以后 向海外扩张 这个情况非常相似 那么一开始呢 大家也就觉得狼来了 很紧张 其实日本人把美国公司都买光 非常非常紧张 结果呢 这个实际上发现 他这个投资都是一些个 都是泡沫 最后因为这个 他自己的通货膨胀 这个光是在房地产上面 日本损失就差不多 四千亿这个美元 那么其他很多这个投资 都是这个变成泡沫 运营销云散 那么中国的这个做法呢 有很多因为高技术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很多的这种高技术公司 肯定影响 引起美国这个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这个关注 那么有的时候呢 包括像中国政府购买中国公司 中资公司购买这个 加哥的这种这个证券公司啊 这个也会引起很多的这种担忧 因为他会 举一个例子来讲吧 比如说在 在过去中海油 在这个加拿大购买了一个很大的 150亿美金购买了这个 叫做尼克森的这样的一个石油公司 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吧 然后呢 由于他这个 在最高峰的时候买下来的 那现在石油一下子下跌 然后又碰到一个 这个石油泄漏油的事故 然后呢 他本来承诺这个加拿大 说是要保存这个工作机会 就是不解雇 结果一下解雇了 几百名的这种这些资源 那么就是说中资公司 他有自己的一套文化 有自己的一些做法 他并不是按照当地国家的法律 和当地法律 这个这些规律 和一些习惯做法来进行的 所以很让人担忧 他们利用国家的这个实力 国家的这个财政资源 来打乱当地的这个市场经济 这个挤兑 把这个私人企业 从这些这个市场上挤出去 同时呢 又不按照这些个法律来进行办事 这个会引起很大的这个考虑 确实 那么在我们进一步进行讨论之前 我想我们来听听 我们在线上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对于中资在海外发起了这期的收购潮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您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原因 还有它真正的目的又在哪里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通过电话连线来接听 在线上等候已久的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的看法 我们的电话号码呢 是400-120-0551 请您继续的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来拨打进来 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呢 这是来自辽宁的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请说 好的 这是辽宁的吴先生提出他的看法 那么继续我想要请我们在北京的 胡心斗 胡教授来跟我们谈谈 刚刚您也听到了韩博士 针对这个中资对海外的收购潮 他背后的一些原因的分析 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 高盛集团主管并购业务的高管 特别率团飞往中国 做什么呢 到中国去很多的中国企业来进行面谈 面授机遗 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在海外并购成功 所以很多人说这显示了两点 第一呢就是中国的海外收购 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存在 第二就是中国在对海外收购上 仍然是经验很不足的 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 中国在海外的收购 当然是受到了不熟悉当地的法律 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以至于可能在有些地方 过去把中国企业都看着是 生产假冒伪劣产品 现在呢很多人可能有的人就认为中国企业很多是不守信用 不守法的 对中国的确应当避免给别人这样的一个印象 然后给别人排斥中资 这个以借口 就刚才就是谈到这个中国这个大量的海外并购是不是会将经济泡沫推向全球 我认为中国这个大量的发行货币这个是是真的 的确是发行了过多的货币 经济泡沫只能说它推向了某些局部地区 比如说在美国某些地方 加拿大 澳大利亚某些地方 的确导致了房价的上涨 但是也正因为人民币贬值 而美元呢 却相对的深持 所以海外投资 它就有这个避险和投资的这个双重的功能 这样呢也带动了发达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繁荣 所以也不能够完全的说 就是中国把经济泡沫推向了全球 尽管可能也导致了某些局部地区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上涨 未来中国呢 就的确是应当注意呢 就是说不能够完全靠政府来推动 这个海外的并购 就是说在英国 欧洲大陆啊 在早期的重商主义 它都是靠政府的力量 甚至靠炮舰的力量 去开拓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 中国现在呢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重商主义 再加坎思主义 那现在呢 的确是遭遇到了危机 那以后呢 中国恐怕还是应当 以民营企业为主 到海外去并购 去开拓业务 这样呢 也避免一些国家 对中资的某种 抵触的这种心理啊 这种怀疑啊 它对国有企业的怀疑 可以说是不需要证据的 因为国有企业背后 它就的确是 但是相对 华为这样的 这种私人企业 它怀疑 我就认为 它可能是没有什么证据 没有什么证据的 这个支撑 所以呢 中国未来的发展的潜艇 还是要靠民营企业 更多的海外去并购 我是反对国有企业 对海外的并购的 但是私营企业的话 是有一些注意的 那么韩博士 我想继续请您谈谈 您刚刚也听到了 这个胡教授的说法 那么他也说到 就是说国有企业 在海外的并购 确确实实会引发 很大的质疑 特别我们知道 在美国对很多的 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些疑虑 这一直是美国的国会议员 他们所担忧的 您认为国会议员 在这一方面 他们到目前为止 采取的一些 可能说是一些 抵制的做法 适不适当 那么能不能够来阻挡 类似像这样的担忧 变成一个事实呢 我觉得这个 可能美国有一套机制 对这个安全问题 怎么样审核 这个是非常严格的 一套机制的 那主要是通过 美国这个 投资委员会的这个审查 中国的这个中资公司 现在意识到 它必须要通过这个监管 所以开始也在 这个慢慢地适应 这方面的 这个这些一个做法 这个监管的这个做法 同时呢 像你刚才谈到的 很多美国公司 他也会去那边 帮助这个中国 来进行这个 怎么样这个资讯 怎么样来并购 那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 安全的考虑 总是在美国人的 这个心中间 这个磨不去 为什么呢 其实包括新企业 很多新企业 包括我们知道 这个华为也好 这个阿里巴巴也好 都跟中国政府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没有中国政府 没有权贵在后边的支持 这是一个这些 私企业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所以即使是私企业 那么这种这个忧虑 也是不可以 这个没办法排开的 你知道这个阿里巴巴 最近收购的这个南华早报 对 很明显的就是这个 大外宣的一个部阻 所以这样的一些 一个并购啊 带很 太明显的这个政治因素 在里头 那么都会引起 海外的一些焦虑 是 那我们继续要来看看的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刚刚我们在这个 导播播放的画面里面 也看到了这个 很多的这个收购案 好像都集中在美国企业 像是我们看到 中国富豪王健林 收购了好莱坞的 这个传奇影业公司 还有呢 中国的海尔集团 收购了美国通用电器 GE的家电业务 那很多人就说 为何锁定美国呢 我想30秒时间 是不是能请 韩博士跟我们谈谈 您的看法 美国是一个 比较稳定的市场 美国的这个 这些个品牌啊 这是世界都是认可的 我觉得在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他从商业角度考虑 他必须觉得 这个美国的确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市场 来投资的这个市场 另外也叫做 从这个经济战略 或政治这个 这个软实力来考虑 那么这些对美国 对中国 扩大他自己的这个影响 扩大他的软实力 也是有很大的好处 是的 那么在北京的 胡心斗胡教授 您的看法呢 您大约也有30秒左右时间 对这个中国这个 对外这个并购 当然是有它的好处 目的是学习先进的技术 但是中国的现代化 不仅仅是四个现代化 还必须在制度 社会等领域的现代化 所以我们不能够 重蹈洋务运动啊 那种只学技术 最多在学点管理经验 而不学习先进的制度 法治 更不学习先进的理念 的这样的一个负责 不要重蹈这样的一个负责 所以中国固然需要 学习先进技术 但是并要学习 先进的文明制度 学习一些软件的这个东西 是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 全套化的一个收购的业务 而不单单只是从这个经济 或者其他方面的考虑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专家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为我们所做的探讨 和提供你们的意见 不过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相关的讨论 就要到这里为您结束了 非常感谢 在我们现场的韩联潮博士 还有在北京通过电话 参与节目的胡新斗 胡教授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也非常感谢在上半场节目当中 来参与节目的 台湾淡江大学黄介正教授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5月19号的 BOA卫视时事大家谈 我们非常感谢观众 和听众朋友您的收看 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论坛 欢迎来宾和嘉宾 发表您的意见 不过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您 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 电视节目预告 您可以点击卫视留言板 对即将要进行讨论的话题 提出您的看法和评论 我们期待您的留言 同样的您也可以到 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 在脸书上 或者在推特上的账号 来发表您的看法 相关的网址呢 我们都打在屏幕上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将继续带您关注 蔡英文的就职演说 相关的热点话题 请您准时锁定 祝您晚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